无限自由的美国社会 林元购已经呈现蔓延爆发的增长趋势 每次都是网上有人发起号召 组织互不相识的网友们约定同一时间 其中冲入商城超市共同采购 只能出动反恐特警组前去协助 对这些疯狂的林元购网友进行逮捕处理 可是今天在一家大商场制止抢购的时候 居然有人持枪反抗 红都当场击毙了一名持枪的民族 但是一名女性也已经在交战中被歹徒打死 这是一个枪手引起了特警队的注意 他声称自己不是持枪劫匪 只是一名富二代的私人保镖 富二代最近收到了不少绑架威胁 保镖怀疑着四名蒙面匪徒应该是冲着富二代来的 红都马上下令从富二代的一些仇家展开调查 但是回到指挥中心后 小谭发现了不对劲 四名匪徒禁止走过富二代面前 蒙面匪徒的目标并不是富二代 就是冲着现场被枪杀的女人拉托亚 而且监控显示 拉托亚一直打电话提醒对方逃跑 这说明匪徒不但要杀他 还在寻找别的刺杀目标 特警队马上赶往拉托亚的公寓 还没进大门的时候 一个女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女人看到特警拔腿就跑 经过一番追逐 被小谭卡布拉赌在了大门堂 得知他们是警察 女人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女人是非法劳工 被一伙黑势力骗到洛杉矶 然后囚禁关押在工厂 只能换来可怜的微薄工资 并且有四名持枪保安24小时监视 一旦有人逃跑会被保安当场打死 在商场被打死的拉托亚 有一次去黑工厂进货的时候 无意发现了这些劳工 热心肠的拉托亚 近微薄之力协助女人逃了出来 由于根本不知道黑工厂的位置 无法提供有效限制 但是记得有一批服装 她负责缝制商雕 小谭马上让她凭印象 画出商雕的logo和款式 小谭找到了自己线人 平日里卖卖讲货为生 线人看了女人画的衣服款式和logo后 马上就知道洛杉矶出售该品牌的店铺 特警队刚刚来到这个店铺 女老板看到了警察出现 马上掏出手机打电话 等到特警抓住女老板的时候 电话对方也收到了消息 这就意味着 就算女人供出工厂位置 对方也早就打包逃走 最终和女人签订了免罪协议以后 女人供出了黑工厂的备用仓库位置 第二零小队马上对该仓库进行监视 大家兵分两路悄悄潜伏在仓库周围 制定了详细的突袭计 红都下达了进攻命令 大家对仓库保安展开围追底线 卢卡带队滚住想逃走的小货车 大声呵斥让司机和保安举手投降 随后顺利逮捕了保安 击毙了司机 此时第三名嫌犯出现 卡布拉和吉姆发现了他 憎力地追了上去 卡布拉采取特警传统扶导方式 成功将嫌犯控制住 解救了货车内的一批非法劳工 红都和迪肯冲进了仓库内 黑工厂的老板已经挟持一名劳工为人质 红都说话转离老板注意力 迪肯悄悄绕了身后 最终制服了老板 老婆的这间黑工厂 洛杉矶反恐特警组织阿林小队 正在追捕一个隐藏极深的大毒销圣人 队长红都已经盯上圣人多年 普遇一直没有证据 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次行动之上 大毒销圣人一直伪装得非常到位 所有社区民众都认为他是大慈善加大号 红都一直无法找到圣人贩毒的证据 今天老刑警李格斯给他打来电话 警方突袭了一家黑药店 警方刚刚在另外一处搅和了一台 存储有圣人犯罪证据的笔记本 警方技术部门无法破解 李格斯在这家黑药店发现了一个密钥 极有可能是那本笔记本的解锁密码 李格斯准备亲自护送密钥回警局 但是正在开车赶回警局的路上 忽然横路冲出一辆屁档车 猛烈的撞击迫使李格斯停在路面上 这时冲下几名带着头套手持突击步枪的匪 匪徒们挥枪赶走了路人 李格斯趁着几秒时间 快速向指挥中心汇报了眼下的情况 等到宏都带队赶到的时候 李格斯和匪徒都不见了踪迹 密钥也不知所踪 由此看来 这个密钥一定可以打开警方脚覆的那台圣人的笔记本 圣人正在公园悠闲地下着旗 宏都带着迪肯怒气冲冲地找到了他 面对宏都的质问 圣人当然不会承认 民众都知道圣人口碑极好 纷纷录视频替圣人发声 宏都只能先离开了公园 这时政务室发现了异常 有警员在政务室身领拿走了刚刚搅和的那台笔记本 吉姆和卡布拉大吃一惊 火速赶到了政务室 那名警员并未走远 被两人躲在了警局门 这人居然是被绑架老刑警李格斯的儿子 原来绑匪给小李格斯发来一段视频 要他拿回政务笔记本 否则就杀掉他的老爸 经过大家对视频近乎逐针的观看 终于在不起眼的角落 发现了一个模糊的标识 宏都认出了这是一家蔬菜配送公司的logo 于是找到了这家公司的负责人 但是一听说是调查圣人 这两人都表示很反感 宏都向他展示了李格斯被绑架视频 虽然负责人仍然半信半疑 但是还是告诉宏都 很像是自己公司还未投入使用的一间新仓库 第二林小队火速赶往新仓库 大家兵分两路 来到了仓库的两个出入口 炸开了大门后 特警队员开始仔细地搜查 这里面已经空无一人 不过地上的血迹表 圣人的手下肯定是提前收到了消息 这才导致第二林小队破了个空 宏都马上叫来蔬菜公司的两个负责人 只有他俩知道警方要突袭圣人 果然 这个女人的弟弟替圣人开车 听说特警队想要抓捕圣人 担心弟弟出危险 所以提前给弟弟透露了风声 女人当着宏都的面 拨通了弟弟马库斯的电话 宏都向他解释圣人的所作所为 圣人替马库斯父亲付了医药费等等 马库斯根本不相信圣人会犯罪 还准备告诉圣人警察又来找麻烦 圣人已经将里格斯转移到乡市货车里 原来手下抓住里格斯的时候 并没有找到那个秘药 不知道里格斯藏在了哪里 正在对里格斯审问的时候 马库斯远远地看到了这一幕 马上得姐姐打去电话 看来圣人的确在做违反的事情 宏都马上让他汇报了地址 命令马库斯找个地方躲起来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圣人露出了真面目 他掏枪对准了马库斯 然后转向里格斯 逼着里格斯说出密钥的下落 否则就开枪干掉马库斯 里格斯只能交代 密钥被自己塞进了车座头枕里面 特警队已经定位了马库斯的手机 宏都带队前往营救 圣人带着手下来到了洛杉矶警局汽车扣押压场 打死了看门保安以后 一伙人开始进入寻找里格斯的车辆 不一会车辆就被找到 果然在副驾座位的头枕里 发现了各方都在心心念念寻找的密钥 正在这时 各警队的黑色被逼及时赶到 毒贩小弟们马上挟持里格斯 两人做人致富于顽抗 卢卡打开舱盖 判出身子替队友观察四周 红狗下令兵分三路 他负责去抓圣人 在卢卡的眼观六路之下 小谭击毙了一个想要偷袭的毒贩 马库斯被顺利解救 里格斯还在被挟持 毒贩躲在一辆车后面开枪射击 这时里格斯却突然撞向毒贩 毒贩被卡布拉瞅准时机开枪击 里格斯终于安全了 圣人还在疯狂逃窜 已经被洪都和迪肯牢牢盯上 被洪都开枪击倒 洪都将圣人活捉 拿到了破解笔记本的关键密钥 终于让这个追捕多年的伪君子老底坐穿 坐山机反恐特警组接到一项新的任务 一位知名女星的别墅遭到歹徒侵入 洪都马上带领第二领小队赶赴现场 根据现场女警官的描述 就在十分钟前 女星开着一辆崭新的兰博基尼 刚刚回到新买的别墅中 旁边窥探已久的一个男人开始行动 手铃大锤进入了别墅内 只是一个照面 就抡起锤子把保姆当场打死 目标明确地走进了一个正在装修的卫生间 随后露出一副诧异的表情 女星一直戴着耳机听歌 此时才发现了倒地死亡的保姆 女星飞速跑进旁边的小房间内 急忙拨通了报警电话 男人已经来到门外 抛枪打烂了门锁 与女星在别墅内展开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女星宏都和吉姆搜索到后院的时候 发现一个男人正准备翻墙而逃 宏都一个箭步向前 一把拽下了这个男人 原来是大家的老熟人桑切斯 桑切斯曾经作为队长带领的第二零小队一段时间 桑切斯也是刚刚接到消息赶到别墅 正好碰见一个男人翻过围栏逃跑 正准备追赶的时候 结果被宏都给拦了下来 女星的男友科迪得知消息赶了过来 准备全方位安装摄像头 聊天中得知 科迪非常擅长动手能力 就连别墅内的卫生间装修都是科迪亲自动手操办 这个凶手女星和桑切斯都没见过 建议把女星带回特警队总部保护前 但是桑切斯又开始了自己的盲目自大 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保护女星 洪都只好同意女星暂时还住在这 洪都和迪肯刚刚走出别墅 门口一辆车引起了他俩的注意 洪都准备拦下车子盘问 乃至对方根本不听 洪都迪肯马上对着车子开枪 车子一头撞停在路边 等到洪都两人追上来的时候 副驾驶的男人已经逃走 只能将受伤的驾驶员抓了回去 虽然驾驶员拒不交代 但是警方系统早已有了他的信息 他和逃走的男人佩雷斯同属一个黑帮 佩雷斯还曾经是这个黑帮的老大 一个黑帮老大为什么要去杀死 与自己毫无关系的电影女星 于是特警队继续深挖 这才发现 女星刚刚搬入的这家别墅 正是佩雷斯入狱前的财产 佩雷斯根本不是针对女星 而是回到自己曾经的屋子里寻找某样物品 很快大家又发现了异常 女星的男友科迪是个十八线小演员 但是监控曾经拍到他在凌晨三点 放一个沉重的大袋子进后备箱 紧接着第二天回来 就买了一辆崭新的兰博机密送给女星 佩雷斯不拿回钱绝不会善罢单凶 迪肯马上给桑切斯打去电话 佩雷斯已经带着小弟冲了过来 趁着电话没挂断 快速爆出车牌号以及歹徒的身形特点等 随即桑切斯的电话被挂断 女星和桑切斯被带往一处交外 佩雷斯表示只要交出那六百万现金 就可以放走两人 佩雷斯说出钱本来藏在卫生间里 女星马上反应过来 卫生间是自己男友一直在亲自装修 佩雷斯让女星打电话给男友 带着现金前来赎人 特警队已经快速行动 将男友科迪带回了特警队 错过了交易的时间和地底 但是根据桑切斯快速爆出的 歹徒身形外貌纹身等特点 数据库匹配到一个嫌疑人 这个嫌疑人名下有两个仓库 其中有一处刚好在高速公路旁 特警队马上出发解救人质 对于女星男友试约 没有拿回现金 这让佩雷斯很愤怒 准备杀一锦百先干掉桑切斯 这时第二零小队已经悄悄潜入了仓库 桑切斯看到了红都 红都示意让他想办法让佩雷斯往旁边走 佩雷斯果然向前一步 于是红都瞅准时机将他一枪爆头 第二零小队开始分头行动 抓捕四处逃窜的小弟 感觉扑倒是带不住 是特警队永远最有效的招数 最后终于将佩雷斯团伙剿灭 救出了女星和桑切斯 一辆黑色商务车 悄悄出现在洛杉矶美食街的街头 车上下来四名神情凶狠的墨西哥人 他们一言不发 静止走向了美食街内 不过一会 这四人就开始分头行动 不断拷打摆摊的小吃摊主 有人过来打爆不平时 他们甚至毫不顾及地直接开枪 现场保安马上冲了过来 这几人仍然不断拍枪射击 现场顿时一片混乱 反恐特警组第二零小队马上赶到现场 目前不知道这四人的动机是什么 枪击造成70游客和一名保安死亡 警方到达前三名墨西哥人已经逃走 只剩下一名来不及逃走的受伤同伴 挟持一个小吃车的老板困在了餐车里 于是吉姆悄悄靠近了餐车 敲碎玻璃扔进了一枚烟雾弹 不一会枪手就被枪得受不了 只能打开车门下车 这四名枪手如此大动干戈 只是为了抢劫摆摊小伤犯 这让特警组实在无法理解 正在这时 剩下的三名墨西哥枪手再次犯案 他们拦下了一辆运输水果的货车 枪手们开始搬运车上的水果 但是他们的商务车早已被警方追踪 第二零小队很快赶到了这里 两名枪手也顾不上同伴 开着商务车就逃离了这里 于是特警组兵分两路 吉姆和迪肯马上追赶逃走的枪手 卢卡和小谭则是开车追赶商务车 逃走的枪手慌不择路 被吉姆当场拽抖在地 剩下的两名枪手还在疯狂逃窜 对方的商务车体积硕大 卢卡他们无法将其拦截 乃至枪手更加畅怒 直接扔出了一枚手榴弹 只能眼睁睁看着枪手们逃走 迪肯在枪手没来得及拿走的牛油果中 发现了惊人的秘密 这几项牛油果居然全散满了高纯度白面 客警队调查了被抓捕和击毙的枪手身份 他们是华雷斯贩毒集团的四大杀手 号称边境四骑士 不知道为什么来到洛杉矶大肆作案 经过缉毒局的情报分享 客警组终于搞清了来龙去脉 缉毒局前几天对华雷斯的一处仓库 进行了大规模的角度行动 情报非常的准确 但是奇怪的是 现场本该有的一批价值5000万美元的白面 却不知所踪 缉毒局怀疑贩毒集团提前收到消息 已经将白面塞进牛油果内转移 不料水果公司毫不知情 已经把这批牛油果送到了洛杉矶 这才导致了华雷斯贩毒集团 派来四大杀手找回藏有白面的牛油 客警组刚刚又接到情报 这家水果公司在洛杉矶的仓库 昨晚已经被袭击 大部分牛油果都已经被搬走 只剩下一小部分牛油果 已经销售给超市和小吃摊摊主 这才导致了今天的杀手 四处搜刮寻找已经卖出去的牛油果 仓库被袭击的时候 还有一名司机提前拉走了五项牛油果 公司订单显示这是一个超市的采购订单 看来这个超市也是杀手们下一个袭击的目标 果然剩下的两名杀手 已经压着这个司机来到超市 剩下的五项牛油果就是送到了这里 但是还没来得及进去搜查 接到特警队通知的巡警已经赶到了这里 杀手一言不发就开枪射击 在激烈的交火中 巡警腿部重弹倒闭 杀手们拽着司机进入了超市 第二零小队很快抵达了超市 但是枪手们接到的是死命令 于是一名枪手控制司机当人质 另一个仍然进入仓库寻找 第二零小队开始行动 分头从各个入口进入超市 经过一番搜查 迪肯从广角境发现了两名枪手 特警队马上安排战术 对枪手发起了进攻 一名枪手被制服 解救了被挟持的司机 剩下的枪手拎着半袋牛油果 挟持一名孩子走了出来 找不回这些牛油果 自己回去也是死 逼着特警队放自己出去 这是一枚人六七手榴弹 放手后五秒就会爆炸 特警队必须快速制定应对计划 卢卡发现了门外的垃圾箱 马上让魂都开始准备 于是吉姆听到口令 突然从旁边冲了上去 捡起手榴弹 听令向门外跑去 终于在五秒内 将手榴弹扔进了垃圾箱 一名匪徒带着自制90燃烧弹 来到一家财务公司的门口 直接从落地窗扔进了公司内 随后抱起一杆线弹枪 对准了从公司内冲出的人群 这起袭击事件造成了三死十一伤 要不是公司保安拼死反击打跑的匪徒 死伤的数目还会增加 不远处的一个物流中心 也被同样的手段袭击 匪徒并没有拿走什么钱财物品 看样子就是单纯的恐怖袭击行动 好在附近全是监控 根据对匪徒开走的车辆追踪 第二零小队来到了车辆最后停靠的位置 这里是布拉沃斯黑帮的底盘 所有的人都对警察非常的抵触 特警刚刚来到这里 就被一群充满敌意的帮派成员盯上了 这种情况可不妙 特警准备先撤退再说 不料此时却冲出一个女人 对于特警卡布拉疯狂的辱骂 女人是她的表姐 表姐更是用酒瓶砸向了黑色背地 对方都动手 第二零小队马上就将表姐代表 在小谭的威慑下 终于平安将黑色背地开出了这片街区 表姐和卡布拉小的时候关系很好 表姐却加入了布拉沃斯黑帮 卡布拉还亲手逮捕过表姐一次 这才让两人的关系变得恶劣 但是听说是去抓恐怖袭击的匪徒 表姐马上表示 这分明是匪徒故意把车开到他们的地盘 将这件事嫁祸给布拉沃斯黑帮 再说被袭击的两个地方 也是他们帮派投资的产业 哪有自己袭击自己产业的道理 布拉沃斯黑帮已经逐渐合法化 投资了不少产业 但是最近有一伙刚出道的小混混 一直跟布拉沃斯黑帮顾不去 特警组很快锁定了这群小混混 准备去抓过来问问情况 果然正在此时 小混混的新帮派已经制作了大量的酒瓶燃烧弹 准备开始下一场恐怖袭击 打倒老牌黑帮布拉沃斯 在众多黑帮中站稳脚跟 因为新帮派袭击的两个地点 是布拉沃斯黑帮参与的产业 那么下个目标肯定也是布拉沃斯的产业 经过一番分析 布拉沃斯新开的咖啡馆进入了特警的视线 果然 那名新帮派的一名女成员 已经开车来到了咖啡馆门口 但是根本还没有动手的机会 第二龄小队已经飞速赶到 将女成员团团包围住 队中没开一枪将其拿下 经过卡布拉的耐心劝说 女成员终于交代了新帮派的藏身点 这边新帮派还在纳闷 怎么袭击咖啡馆一点动静都没有 女成员的电话也打不通 所以大家准备去现场看看 结果刚刚走出房门 第二龄小队和洛杉矶警员们已经 将他们困在了这里 这里游客很多 小混混可不顾及这些 直接抄起线弹枪就开始反击 队长红都马上让大家保护疏散游客 将小混混包围起来再说 故意会游客疏散完毕 一个小混混见识不对 马上丢掉手枪就准备逃走 被埋伏的金武扑倒在地 另一个小混混打光了子弹 急忙趁乱准备从后方逃走 迪肯紧别气候 一月儿上将他当场代理 新帮派老大还在顽抗 红都直接丢过一枚闪光弹 这群胆大包天的小混混建立的新帮派 顷客之间就被第二领小队缴密 本来是一个平常不过的上网 反恐特警组接到任务 一名女性嫌疑人艾比 持枪劫持了一处流浪庇护所的工作人员 这让第二领小队非常疑惑 庇护所有什么值得犯罪分子劫持的 特警队很快冲入了现场 根据藏起来的流浪者描述 这个艾比平时为人非常好 经常来到庇护所做一工 摸清屋内的状况后 一枚震撼弹直接扔了过去 在特警队的一番劝说下 艾比最终放下了枪 这时大家才得知 原来是他的儿子在庇护所离弃失踪了 怪不得他如此的焦急 这附近监控很少 只有一个摄像头拍下了艾比儿子麦卡最后的影像 他是被庇护所的一名杂工邓恩带走的 艾比是个单亲妈妈 经常上夜班 晚上只能把儿子交给庇护所照看 邓恩是个海军陆战队推一大兵 平时为人非常热情好心肠 小麦卡也非常喜欢他 艾比不敢相信他会带走自己儿子 正在这时 一家汽车旅馆的老板报警 声称旅馆发生了枪战 通过现场监控 正是邓恩和小麦卡 被两个持枪男子追杀 看来邓恩不是绑架了麦卡 而是拼死在保护他 拉莫内警探一看就知道 这两个枪手属于棕驴骨的摩托帮 主要从事贩卖面粉的业务 这就更奇怪了 毒贩追杀一名八岁的孩子做什么 邓恩还在带着小麦卡逃亡 对话中隐约透露 小麦卡的确惹到了大麻烦 但是邓恩年轻时被警察诬陷了 导致他不相信警察不愿送麦卡去警局 决定继续私自保护小麦卡 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特警队查到了邓恩前妻的住址 正准备前去查看一下的时候 毒贩已经先一步赶到 当地警方接到报警 邓恩前妻家发生了枪战 邓恩刚刚带小麦卡到达那里就遭遇了埋伏 当地警方感到击毙了两文毒贩 救出了邓恩前妻 但是邓恩和小麦卡仍然不知道逃到哪去 而此时的邓恩虽然逃过了追杀 但是腹部重担受伤很重 根据他的前妻交代 原来夫妻二人的儿子在八岁十一外去世 邓恩遇见小麦卡的那一刻都惊呆了 跟他们死去的孩子非常的相像 这么看来 他拼死保护小麦卡 就因为把他潜意识当做了自己孩子 邓恩曾经告诉了前妻他和麦卡 要去躲避的位置 客警队马上准备出发去寻找二人 拉莫那探员要求和他们一起行动 此时邓恩和小麦卡来到了岩石峡谷公园 但是邓恩受伤太重已经晕了过去 客警队在邓恩前妻家往公园港 离的距离比较远 一时间无法达到 他们担心的是 前妻家的位置暴露 极有可能是有内鬼向毒贩透露了信息 红都更担心的是 邓恩在公园的信息会不会被毒贩提前得知 这是内务部传来消息 他们怀疑拉莫那警探是摩托帮毒贩的保护所 这让红都大吃一惊 怪不得每次毒贩都能提前一步 因为特警队总部离岩石峡谷公园比较近 小谭和拉莫那已经先一步赶过去 本来准备打电话提醒小谭 但是那里太过偏僻没有手机信号 小谭并没有收到关键的信息 这时小谭发现了邓恩和麦卡 万幸的是邓恩还活着 可是小麦卡看到拉莫那的一瞬间 忽然大叫他是坏人 小谭都搞不清状况 独贩们已经涌过来 他只能带着小麦卡躲在大石后 一个毒贩从旁边准备偷袭 小谭带着小麦卡边打边打 这时他才得知 小麦卡晚上经常偷偷溜出去玩 无意撞见拉莫那和独贩一起 杀死了很多人 然后麦卡也被他们发现 这才招来了独贩的追杀 就将整件事告诉了最亲密的邓恩 这才发生了后来的这么多事 好在小谭实战经验非常丰富 一直支撑到队友到来 形势顿时发生了逆转 第二林小谭很快击毙和逮捕了其他毒贩 红都也爬上了一块大岩石 开枪打伤了拉莫那 救出了受重伤的邓恩和小麦卡 俄乌战争已经持续将近一年 乌克兰大批难民逃亡欧洲各地 这个失魂落魄的男人 就是来自乌克兰的难民之一 差点分心撞上了路障 重新发动车辆后 紧紧开出树米 反恐特警组赶到现场的时候 联邦调查局已经提前赶到 这已经属于跨国恐怖袭击事件了 如此巨大威力的汽车炸弹 显然不是一般小毛贼所为 见证科发现了现场一小块汽车碎片 上面有一处慈善机构的标志 说明这辆车来自于这家慈善机构 很快特警队就有了调查结果 乌克兰政府下令18到60岁男性不准离境 必须前往战场加入战斗 根据收容所资料显示 被炸死的男人就是难民之一 为了避免自己和两个成年儿子被抓上战场 一家四口辗转逃到了洛杉矶 被这家慈善机构收容至今 不知道是什么人要炸死这个普通家庭的男人 而且男人一被炸死 妻子和两个儿子也慌慌张张逃离了收容所 不知道去到了哪里 正在这时 特警队从洛杉矶警局得知 在汽车炸弹还没开始前 两名枪手冲进了一间化工厂 抢走了30升低温液态三孵化率 这让联邦调查局和特警队顿时紧张起来 百徒开着一辆偷来的路虎实施的抢劫行动 虽然定位器已经被关闭 但是车主有对高级蓝牙耳机在车内 蓝牙有定位功能 已经发现了路虎现在的位置 小谭和FBI探员杰纳在外出勤查线索 刚好离路虎比较近 路虎停在了一处仓库外 杰纳发现这所大厦有中央制冷系统 太适合三孵化率的保存了 是制造炸弹的绝佳地点 果然经过一番搜查 这里全是制作炸弹留下的痕迹 但是炸弹都不见了 看来歹徒已经制作完毕离开了这里 突然礼物有动静 小谭和杰纳马上顺着声音向前查看 果然一个神秘人正在烧什么东西 成功将神秘人暗倒在地 取下他的面罩一看 顿时让杰纳大吃一惊 原来这个歹徒居然是被炸死男人的妻子 这是什么情况 但是妻子却满脸得意 声称他们已经完成了使命 指挥中心这才了解到 这根本不是一家四口 而是乌克兰派往世界各地的暗杀小队之一 这四人包括被炸死的男人 全是乌克兰训练的杀手 就是为了追杀 为了逃避上战场而离开乌克兰的难民 女人声称不敢上战场的男人全是叛徒 不管他们逃到哪里 乌政府都不会放过他们 男人被炸死只是意外 现在已经全部准备就绪 将会对那些逃离乌克兰的成年男人展开袭击 女人拒不交代他们下一步袭击的目标 但是她在仓库没有烧完的硬盘 被技术部门恢复了数据 里面的照片显示 他们曾经在一处乌克兰人据集地详细的彩底 这里是一处教堂 两名杀手已经来到这里 声称自己是后勤帮忙的 送来了厨房所需的煤气罐 但是老太太发现这不像煤气罐 还没来得及多问 就被杀手一拳打倒 特警队和杰娜马上出发 火急火燎地赶往教堂 教堂里面全都是逃离乌克兰的难民 开始紧急疏散他们 外面乱糟糟的声音引起了杀手的注意 两人转身就躲了起来 故意会民众疏散完毕 特警队开始全面搜查教堂 三幅化率需要低温储藏 离开冷铺一两个小时就会失效 说明炸弹即将爆炸 小堂和卢卡终于找到了自制炸弹 迪肯也发现了另一枚炸弹 还有被绑起来的老太太 这种炸弹制作得非常简单 拆弹专家很快拆除了一个 但是与歹徒对峙导致特警队不敢轻举妄动 必须先干掉杀手才能拆弹 杰娜悄绕到了杀手后面 经过一番搏斗 顺利将杀手带领 将老太太送出去后 炸弹只剩下不到一分钟 迪肯在拆弹专家的帮助下 也轻松拆除了炸弹 解决了这次追杀难民的危机 但是在世界各地 乌政府还不知道派出了多少这种暗杀小队 这个崩溃的男人叫邓肯 他参加了一场戒毒机构的互助会 邓肯愤怒到了基地 他掏枪对准了会长 声称弟弟就是受了你的蛊惑 这才吸食面粉过量死在了街头 会长被当场打死 邓肯见目的已经达到 很快趁乱逃离了这里 根据凶杀组警探介绍 这已经是邓肯第二次作案 两个小时前 他射杀了一名小巴司机 戒毒会会长和小巴司机 怎么会联系在一起 根据邓肯的父亲透露 邓肯的弟弟大学时期是篮球运动员 有一次膝盖受伤 医生开了止痛药 最终沾上了面粉死亡 弟弟曾经辗转输家戒毒机构 但是每次都会重新染上 大家意外地发现 这几家戒毒机构居然同属一个老板 而且被杀司机和戒毒会会长 全是这几家戒毒机构的员工 于是吉姆和小谭准备去戒毒机构总部查看线索 这里豪华无比 简直像个度假别墅 把小谭两人都看惊呆了 特警组越来越感觉不对劲 这几家戒毒机构 几乎每个人进去了都会复发 正在这时 小谭和吉姆发现了邓肯的车 看样子邓肯先一步到达了这里 吉姆马上呼叫支援 随后和小谭进入了戒毒总部 里面已经不断传来枪声 两人开始疏散人群 还好他们来得及时 邓肯听到特警的声音仓皇逃走 戒毒机构的老板只是左臂重担 小谭留下来治疗老板 吉姆跟在邓肯后面追了出去 邓肯慌不择路顺着斜坡 跑到了高速公路上 抢劫了路人的车辆 一脚油门逃离了这里 红都已经确定 这个老板开的几家戒毒中心 根本就不是真心治疗 而是让他们反反复复发作骗取保险 但是这种是不归特警的方 老板一脸的得意 因为目前并没有证据 邓肯现在要杀的人 全是直接或者间接害死弟弟的人 根据他抢走的车开往的方向 目的地是弟弟曾经就读的大学 因为就是当时的篮球教练 为了受伤的弟弟继续打比赛 安示他去找熟悉医生开的指痛药 那么邓肯现在去大学 一定是去找教练报仇的 果然 教练正带着校队去参赛 大巴车即将发动 第二龄小队马上出发 全速向大学赶去 邓肯锁定了目标 就是他害弟弟上瘾的教练 邓肯准备当场将其击毙 但是第二龄小队已经抵达这里 邓肯只好逼着教练上车 与特警组展开了对峙 红都马上安排战术 小队队员很快进入了战术位置 红都随后打通了教练的电话 与邓肯交谈分散注意力 红都的确很同情邓肯的遭遇 希望能和平解决这件事 吉姆趁机钻进了行李箱 拆开一块挡板 深入了软管摄像头 获取了车内的影像 里面球员实在太多了 于是特警卡布拉继续对邓肯劝降 特警队员则是紧急制定攻入战术 卡布拉甚至打起了亲情牌 让红都给邓肯送去一部平板 里面都是特警队在社交软件和戒毒机构 搜集的弟弟生前对哥哥说的话 第二龄小队开始行动 邓肯也被弟弟完全打动 于是放弃了抵抗 成功解决了这次人质危机 就在十分钟前 这里本是一处剧场的动工奠击一室 突然四名蒙面匪徒开车冲了滚 对招牌和人群疯狂的扫射 现场顿时乱作一团 一个小头目模样的匪徒高声表示 这里不允许剧场 匪徒将人质集中在一起 一旦有人想逃走便开枪击毙 一名巡警刚好在维持秩序 发现不对马上呼叫总部支援 但是一名匪徒已经摸了过来 得知巡警已经通知了总部 匪徒们马上行动了起来 他们利用集装箱造成了防御攻势 等待着警方的到来 看样子故意想把事情搞大 果然警车和反恐特警组出现在这里 两名放哨匪徒得替同伴争取一点时间 于是爬到左右高坡设下埋伏 黑色背地皮操肉厚 不担心这种微型冲冲枪的子弹 但是入口已经被匪徒堵上了 这时匪徒又拿出了一瓶汽油燃烧弹 黑色背地燃起熊熊大火 阻挡了特警的视线 于是大家下车扑灭了火焰 吉姆拿出无人机 大家保持阵型前进 一脚油门撞开了路障 发现了匪徒和他们劫持的人质 目前这伙匪徒动机不明 红都马上打开扩音器 希望里面匪徒表明此举的目的 匪徒们并不答话 而是加快了手里的动作 吉姆利用无人机 这才惊讶地发现 匪徒居然在几名人质身上绑上了炸药 被绑人质全是开发商的高层 看样子匪徒与开发商有深仇大恨 炸弹到计时一分钟开始计时 匪徒利用这一分钟 从后面开车逃了出去 现在必须先解救人质和拆除炸药 特警组只能放弃追捕匪徒 先把其他人质带了出去 随后开始帮这伙开发商高层拆掉炸弹 好在匪徒的炸弹非常的业余 红都很轻松就解开了炸弹 然后丢下了炸弹 快速逃出了爆炸范围 现场记者拍下了匪徒的影像 指挥官很快就认出来 是当年拆除一家房屋时的小男孩米格尔 他的父亲由于抗拒强拆被特警打死 特警组叫来了米格尔的母亲 他也不知道米格尔去了哪里 似的同伙他只认识一个叫珍妮的女生 特警组马上全境通缉米格尔和珍妮 珍妮使用信用卡在加油站加油 很快被巡警抓了回来 虽然珍妮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拒不交代同伙的信息 但是通过他车内的指纹 特警组确定了四名匪徒的身份 全是当年在强拆案中失去家园的孩子 如今都长大了 珍妮仍然愤怒地表示 事情还没结束 一定要那些开发商和走博好看 指挥官拿起珍妮手机 拨通了米格尔的电话 当年指挥官是全程参与他家的拆除案 所以两人还算比较熟悉 利用拖延谈话时间的机会 吉姆锁定了米格尔的手机信号 居然出现在当年拆除他家时 也出现在现场的支持强拆的参议员家附近 看起来米格尔下一个目标就是参议员 果然两个同伙已经开车抵达 冲入了参议员的家里 声称他害很多人无家可归 将他绑了起来 这时第二领小队赶到 发现了米格尔同伙开过来的车 判断参议员已经被劫持 果然参议员被绑在了椅子上 同伙开始往他身上浇汽油 准备将他活活烧死 第二领小队兵分两路 悄悄地进入了房屋 趁着匪徒不注意 另一名见状想逃走 被小谭连开两枪击毙 但是目前的状况 还是不知道米格尔去了哪里 指挥官回到了家里 他的第六感已经预感不对 马上若无其事地掏出手机 拨通了宏都的电话 果然米格尔已经持枪出现在这里了 宏都马上明白过来 指挥官受到了威胁 开始通知附近警员党的 面对逐渐崩溃的米格尔 指挥官突然放响了音乐 随后一瓶子打倒了米格尔 在米格尔胡乱地扫射中 指挥官赶忙准备逃走 结果两人发生了扭打 最终在指挥官的劝说下 米格尔放弃了抵抗 被文讯赶来的警员带走 就在今天的上午 反恐特警组接到一项任务 配合洛杉矶几毒局行动 摧毁一处毒贩的面子的仓库 几毒局已经在毒贩组织安插了沃底 根据沃底的可靠情报 独消老大本应该在这里 但是抓捕了所有的小弟后 并没有发现老大的踪迹 就连沃底也不在这里 这让大家觉得很奇怪 马上查看了屋外的监控 原来就在特警进攻十分钟前 老大带着沃底和新妇离开了仓库 看来有什么新的变违 导致沃底没能及时发出消息 这才让特警队扑了个扑 老大带着沃底回到了大本应 刚刚就是沃底提醒老大 看到外面好像有辆警察在监视 老大才得以脱身 但是手下小弟却不信任沃底 认为他才来半年 自己的仓库就被查抄了 老大还是比较相信沃底的 但是为了证明清白 让沃底把手机交给小弟检查一下 特警队和缉毒局都知道 沃底肯定发现了更大的目标 这才中断了抓捕老大的任务 必须尽快找到沃底解救出来 否则一旦暴露就死定了 小弟还在仔细检查沃底手机 沃底装作很淡定 其实很紧张 一旦暴露自己必死无疑 原来沃底刚刚才得到消息 毒销老大居然还有这出更大的大本应 所以才提前带走了老大 就是为了找到他从未来过的大本应 现在位置确定了 但是手机被没收了 没有办法给缉毒局传去消息 这时毒贩组织的一个女人也来到了这里 她和沃底关系一直很好 也曾表示过想脱离毒贩组织 沃底抓住了机会 主动向女人坦白自己的警察身份 正准备对毒贩组织实施抓捕 需要她的帮助 但是女人表面应允下来 却静止走向了小弟们 沃底感觉她的表情不对 意识到可能被耍 于是赶忙拿起了女人刚刚放下的手机 拨通了上级的电话 听到对面嘈杂的声音 大家意识到沃底暴露 现在情况紧急 迪肯马上开始定位手机位置 汽车肯定来不及了 反恐特警组马上调用了直升机 飞速赶往手机定位的庄园 卧底正在被老大言行拷打 准备将它折磨一番后处死 这时小弟听到了螺旋桨的声音 发现了到来的特警直升机 特警队员开始通降毒销大鼻 对着火毒贩展开全面抓捕 特警们兵分两路 分别堵住了庄园前后门 击毙控制了冲出来的小弟后 吉姆带队冲入了庄园 老大发现形势不对 挟持卧底做人质 从车库里逃了出去 只能发动了庄园的皮卡车 开始加速追捕老大的陆 皮卡想追上陆普简直不可能 于是卧底抓住了几乎 猛的撞向了毒销 陆普撞上路边想不如停下 特警终于抓住了毒销 缴获了大批的白面 救出了大功臣卧底 这个老人是海军陆战队的退役情报员 今天正在跟两个东南亚人见面 出售了一份情报名单 可以换取一箱子献金 但是名单上面只有五个人 第六人信息被抹去 东南亚人声称 还有最重要的第六人信息没有查到 所以情报不完者 拒绝给老人付款 这让老人来了脾气 在大庭广众之下 掏枪威胁东南亚人把钱留下 双方随即在餐厅发生了枪战 门口的巡警听到枪声 马上通知了凡普特警组 里面战斗还在继续 双方各有负伤 东南亚的两人商量了一下 负伤的留下拖住老人和警察 没受伤的带走情报 去完成某个任务 红都带领第20小队赶到现场 等他们冲进去的时候 老人已经不治身亡 经过一番搜索 负伤留下的东南亚人 挟持了一名服务员做人质 准备赋予王抗到底 眼见劝说无效 于警卡布拉开枪将其击毙 根据现场服务员的交代 加上老人的退役情报员身份 和一箱子献金 很显然这是一次情报交易 现在双方已死 另一个东南亚人 也已带着情报逃走 暂时不清楚老人 售卖的是哪方面的情报 但是东南亚人动手速度很快 警方当天便接到报警 一名退役海军陆战队大兵 在家里被几个东南亚人 严刑拷打后杀害 并且拿走了他的手机 和笔记本电脑 这个大兵退役后 加入了一家私人雇佣兵公司 和餐厅被杀的老人 同属一个公司 局长和雇佣兵公司老板打过交道 亲自上门询问信息 但是雇佣兵的身份 和行动任务都是严格保密 老板拒绝了和特警队的合作 正在这时 一名雇佣兵又出事了 得知已经有个雇佣兵被杀 作为队友的他 马上让妻子收拾东西搬家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东南亚人根据老人提供的名单 已经找到了他的家里 雇佣兵马上打电话报警 随即拿出手枪准备戒备 第二零小队紧急赶赴现场 但是枪战已经持续了几分钟 提前赶到的附近警员已经有伤亡 两个东南亚人被警员困在了墙角 但是对方有自动突击步枪 第二零小队马上接管了战斗 对方隐藏的位置很好 完全挡住了特警们的射击路线 吉姆掏出镜子 确定了两人的位置 于是卢卡拿出了许久未用的拐弯枪 很快解决了战斗 但是雇佣兵也已被东南亚人打死 在东南亚人身上搜出的那份情报 上面是五个雇佣兵的信息 还有个第六人信息被抹掉 看来他们都是东南亚人暗杀的目标 特警队马上把剩下三个雇佣兵保护起来 再次叫来了雇佣兵公司的老板 这个时候老板不好再隐瞒了 原来半年前 公司受美国政府雇佣 派遣了五名雇佣兵前去印巴边境 击毙了一个东南亚恐怖组织的头目和两个儿子 头目妻子一直想要报仇 所以买通了老人拿到了当时五个雇佣兵的资料 准备带人将他们依次杀 至于那个神秘第六人 是恐怖分子头目家的女佣 她有一个心脏病的女儿需要医治 所以作为内线向雇佣兵提供了头目庄园的详细情报 作为交换 美方为她女儿提供了心脏治疗 恐怖分子已经拿走了第一个被杀的雇佣兵的手机电脑 里面有女佣的详细资料 那么他们下一个目标 一定是去医院杀死背叛他们的女佣 女佣此时正在医院 撞见了已经赶到医院的恐怖分子 医院接到了特警队的通知 马上开始紧急疏散人群 女佣赶紧跑回病房 不由分说地带走了女佣 特警队的黑色背地已经加速赶往医院 宏都制定了行动战术 女佣刚刚带女儿离开 女佣安排在一个小房间 恐怖分子已经搜了过来 两人即将被发现 女佣决定让女儿藏好 自己出去引害他们 特警队也开始仔细搜查 经过一番搜索 发现了一名恐怖分子 于是特警马上动手 兵不屑任地活捉了一人 迪肯两人还在寻找母女 这时听到了枪声 另一名恐怖分子被当场击毙 但是女儿已经被头目妻子找到 挟持她进入了电梯 电梯显示她要去顶层 宏都马上带队追了上来 与头目妻子展开了对峙模式 她一家都被女佣害死 所以提出条件 让女佣现身受死 眼见劝说无效 埋伏的迪肯开始动手 一枪击毙了头目妻子 解决了这次名单暗杀事件 反恐特警组第二领小队 正在对一所贩卖女生的 贼窝秘密展开突袭 就当他们准备就绪下令行动的时候 联邦调查局的三辆萨伯班呼啸而至 这么大阵长肯定惊动了里面的匪徒 但是联邦探员一直盲目自大 表示已经通缉了匪徒的头目怀特十年 命令特警队配合他们行动 强行接管了此案 联邦调查局的执法权远远大于特警队 虽然秘密行动被破坏 屋内还有可能有不少被拐卖的女孩 只能服从他们的指挥 第二领小队被分派看住房屋四周 争取不让屋内的匪徒有乐网之余 联邦调查局则是从正面展开强攻 联邦探员开始对着屋内喊话 匪徒头目漫不经心地出现 表示你们联邦调查局已经追捕了我十年 这次依然不会把握怎么样 此时小谭两人已经从后门进入 惊讶地发现 这里全是制造炸药的材料 这让他们意识到 前门肯定被匪徒埋下了炸药 联邦探员已经开始强攻正门 迪肯紧急发出警告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屋内的匪徒也开始反击 一时间双方交火非常的激烈 联邦探员破案也许效率很高 但是面对攻坚战 第二领特警小队显然更加的专业 迪肯再也不顾FBA的命名 强行重新接管了此 一番专业的火力压制 扫射的匪徒无法反击 特警队一边展开点射进攻 一边开始抢救受伤的联邦探员 特警队员经过无数次的战斗 早已配合得无比默契 他们熟练的战术配合 已经层层推进攻入了房屋内 经过一番搜索战斗 屋内的匪徒已经非死即伤 打死和逮捕了匪徒后 终于发现了被关押起来的女孩们 但是匪徒头目怀特已经不见了棕影 跟他一起消失的 还有一个少女玛丽亚 之所以知道这火管慢少女的组织 是因为今天早些时候 一名少女突然驾车失去控制撞停在路边 特警队员小谭和卡布拉正在喝东西 所以第一时间来到了现场 发现车内少女已经有些神志不清 原来少女趁着匪徒看管不严 偷了他们的车跑出了贼窝 但是他的妹妹玛丽亚还在贼窝里 所以特警队才展开了这次解救行动 不料被FBA插了一脚 这才导致了匪徒头目逃走 虽然没有救出玛丽亚 但是通过对他小弟的审问 特警队发现玛丽亚年少无知 居然爱上了匪徒头目怀特 是心甘情愿跟他走 背部小弟列举了几个怀特可没要去的地方 特警队准备分头行动 第一寻找怀特的下方 所有的地方都找过 并没有怀特出现过的记性 只是女特警卡布拉所去的玛丽亚姐妹的家里 一直不接电话不回信息 这极有可能说明他那边出了事 果然怀特已经偷袭了卡布拉 控制了他和两姐妹 逼迫卡布拉交出了配枪 卡布拉趁着怀特分神 一跃而气准备夺下他的手枪 双方正在争取活动间 第二灵小队及时赶到 玛丽亚已经完全被恋爱冲昏头脑 居然还想着掩护怀特和特警队对抗 迪肯终于在地下室发现了怀特 他还想着挟持卡布拉往抗 被特警一颗橡胶弹制服 教堂 年轻人在微迫之下打开了后车厢门 中东人开始进入车内寻找 经过一番番香岛柜 他们终于找到了目标 看起来只是很普通的一个宝石项链 此时两件手势全是出自于一个本地工匠之手 上面有这个工匠的logo印记 于是宏都三人马上来到这个工匠的店铺查询情况 但是来晚了一步 店铺那一片狼藉 很显然经历过一场抢劫 店主也早已死亡 看得出来他死前遭受过折磨 应该是中东人想要拷问出什么线 哭得大门缓缓打开 里面是店员朱丽叶 根据他的介绍 他在里面听到了对话 一伙人逼问老板 他做了五件首饰 分别卖给了哪些人 得知了这些信息后 这是迪肯无意中发现 街对面有个中东人在看似无意地盯着这里 极有可能是这伙人的眼哨 红都马上绕到了另一侧 迪肯两人则是慢慢走出了店铺 中东人马上撒腿就好了 被早已埋伏的红都撞捕在地 这时大家才搞明白了一切 局长联系了古董专家 得知被抓的中东人所言非虚 那本古兰金几乎是全球穆斯林的信仰 是美国大兵从叙利亚博物馆抢走 听到此言 让局长和迪肯都很羞愧 于是局长答应找到这本古兰金后 一定会归还给叙利亚博物馆 特警拿着古兰金的照片 问珠宝店的店员朱丽叶是否见过 既然老板用上面的珠宝制作了五件首饰 那么极有可能是老板亲手从这本书上面抠下来 朱丽叶却表示他只是个打工的 并没有见过老板拿过这本古兰金 此时第二领小队根据他的打车信息 也已经赶到了旧书店 红都带队小心翼翼的进入 根据老板的指引 红都开始下列 分头寻找中东人和朱丽叶的下位 经过一番寻找 一个中东人已经无路可退 只能丢掉武器举手投降 中东人首领也找到了朱丽叶 让他交出古兰金就饶他不死 特警拿回了那本古兰金 接下来就逮捕了始作俑者的朱丽叶 特警队看着这本穆斯林的圣武